你現在包括就是動作最快 當然是郭董 因為他旗下這麼多人 他就他他就是五百萬劑的這個BNT 那現在就是政府 你開八大條件 那八大條件我就滿足你 然後他就開始動起來 然後今天也去遞件 好的 前面的前面的 他這個全部都完備了 但是我覺得後面還是有問題 你今天去問 其實大部分的人對郭董這五百萬劑 到底能不能進來 其實大部分都是悲觀的 其實最主要條件 就我瞭解是說你郭董 你自己去問他 他到底是透過誰來買這個五百萬的輝瑞 是原廠還是說你透過上海復興 他不會跟你講 其實就我們瞭解 他背後還是透過上海復興 你現在沒有任何人是可以直接去跟原廠 對你郭董背後 你還是還是去跟上海復興談 那今天最後卡在什麼 他前面都完備了 你最後要簽約是怎麼樣 因為指揮中心已經講了 你指揮中心第一個 他一定要跟原廠簽 那第二個他一定要政府單位來簽 那其實講的人就很明白的跟我講了 他說這個不用老公出手 老公有沒有出手 我們不知道 不用老公出手 你最後是上海復興的時候 他敢不敢跟你臺灣政府簽 他自己都批批說 上海復興也沒那個膽 來跟臺灣政府簽 他有那個膽子 因為我們的契約 你一定要寫臺灣 要不然寫中華民國 你怎麼可能寫中國臺北 中國臺灣 怎麼可能 那這樣倒霉的又是政府啊 又是那個陳時中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會不會覺得最後是白忙 那我們也會問 那你就白忙一場啊 會不會 那問題這個問題 後座力就來了 他就是要凸顯這個問題嘛 就是你今天不管是任何人 如果你以後不管是任何人 你只要上海復興 代理輝瑞的一天 臺灣就不可能嗎 臺灣就不可能 臺灣就不可能拿到BNT的疫苗 如果跟中央政府接待不敢 除非是比如說透過民間對民間 可是名譽 現在有一定要中央政府來簽約嗎 總統都已經說了 要跟原廠買 不能夠 一定要國家來 原廠 我說是原廠沒有錯 然後一定是要政府圈嗎 上海復興的 quota裡面 當然有一說是這樣 就是說郭台銘的錢 就給了郭廣昌 有一說啦 對 這是最合理的說法 就是因為郭廣昌 已經投了那麼多錢 去買這個上海復興 去買這個BNT的疫苗 他不要虧錢 所以你郭董 是不是先把五十億給郭廣昌 然後那個面子做給蔡政府 由蔡政府去跟這個德國來簽約 這個看起來是比較合理 那後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上海復興 後來郭廣昌也縮縮 就縮回去了 很簡單 如果北京只要跟上海復興說 我不准 如果說BNT這麼怎樣 你跟他打國際官司 BNT就不敢跟你簽 可是現在問題是說 我最後再補充一個 因為柯建民總召有跟郭董聯繫 而且昨天我是看那個謝政武 他說的也因為有一家媒體 那家媒體叫做鄭新聞 那個震撼 震撼嘛 不是有一個獨家嗎 說是郭董市長捐這個疫苗 這件事情是驚動的高層 而且昨天謝政武是在節目裡面說 他說這個中間的人不是柯建民 他說是另外一個人 所以看起來是郭董 他跟蔡英文總統有溝通上 而且接洽的人不是柯總召 那不是柯總召 那應該就是國安會的人 所以看起來像昨天 他所講的這個樣子 好像可以成局的樣子 所以路到底怎麼走 這個兩個目的 他第一個目的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現在這個背後 我是有小英在出手 小英在撐腰 然後你同島一命 他是講說很多蘭露虎 你要出來去蘭這筆生意的人 你都不要再想了 因為我後面是小英 他要講的目的 同島一命 不是講給中共聽 他是要講給民進黨聽 也可以 或是講給這個 這個臺灣內部的人聽 所以他就勢在必得 那不是這樣子嗎 對 那但是他最 我就跟你講 最後他還是卡在 你還是要跟上海復興簽 因為上海復興不會放手 所以為什麼 我就要講 補充說柯文哲 其實剛剛那個文杰有講說 很多人都在周邊要做這個前課 我上次就講了 很多人也是要跟柯文哲講說 他有辦法去可以上海復興 怎樣怎樣 那柯文哲最後也選擇不碰這一塊 因為你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是說最後 他我覺得郭台銘當然 他一方面是想幫忙 可是他也要凸顯這個問題的背後 就說好你要的那個八大象 我全部都滿足給你了 可是為什麼你最後還是買不到呢 那是因為就是你政府 就是不願意跟上海復興簽 他是要凸顯這一塊 那你看是不是社會有輿論的壓力 如果大家都講說 我要輝瑞 我要輝瑞 那然後那你為什麼蔡政府 就是不行 那我覺得他最後還是要把問題丟 丟給蔡政府 如果郭台銘真的有辦法 郭台銘目的是什麼 如果他真的有辦法弄 弄五百萬劑進來 然後也通過我們這個衛生署的 食藥署的要證 核准緊急使用 我覺得這個就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去批評的 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其實大家一直搞不懂 其實真正的問題 其實出代是這樣 BNT他是想賣給臺灣 他從一開始就想賣給臺灣 他跟復興簽的是所謂的中國地區 對呀 臺灣又不在裡面 中國地區 但是復興認為說 中國地區就包括臺灣 大中華地區 大中華地區 他會雙方認知 所謂都是China 英文原文都是China 他那約裡頭 到底有沒有把臺灣寫進去 但是復興認為說 China就包含臺灣 但是BNT認為沒有 所以當初為什麼 BNT會跟我們衛福部 一直談談到一月份 都要BNT是本來他就是 他是覺得說 我本來就可以賣給你臺灣 但是因為復興覺得說 那個臺灣是算在我們中國的 那為什麼BNT後來縮呢 很簡單 因為他要中國市場 因為他為什麼要給 為什麼要給復興代理 因為復興可以幫他搞定北京 那現在又沒搞定 但是北京其實一直對輝瑞 是輝瑞或BNT 他從一開始就把外國疫苗打成說 他要保護國產疫苗 其實現在有 老共保護國產疫苗 然後還打擊我們臺灣的國產疫苗 現在有一說是這樣子 有可能七月份會會OK的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老共也想把他們的國產疫苗 也要拿到美國跟歐盟的緊急售署 那我們現在先來講BNT 各位李鼻儀是在我們節目講過 BNT他是一個德國的疫苗的小公司 他發展出了這個COVID-19疫苗 但是他資金很少 所以就跟美國輝瑞合作 然後所以呢 美國輝瑞是用他的發展出來的技術 但是美國輝瑞跟BNT不一樣 BNT是在德國 BNT應該叫BNT 或是叫BNT輝瑞 然後上海復興是比較有遠見的 他當時就投資了BNT 然後他想要這個壯大 所以他就叫復必泰嘛 對不對 那就是德國的 可是現在郭董他唯一的一句話就同島一命 然後我的BNT是從德國來的 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這個他又通了總統府 然後又可以過了這些 然後又說服了上海的復興 說服了習近平 因為他跟習近平辦公室有來往 然後他真的從德國 運了五百萬進來 那不是變成了神龍一尾嗎 大家說二零二十四選總統 如果他 你應該這樣講 如果郭台銘真的有這些通天的本事 你想擋也擋不住他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辦法 能夠通習近平辦公室 讓上海復興閉嘴 然後讓BNT又賣給臺灣 然後又說服BNT 對 又沒有合約的問題 因為對BNT來講 我願意賣 對 只要中國不做給就好了 對 讓復興不要搞鬼 然後我們這邊透過那個所謂 你郭台銘要保證說 復興不會告我 郭廣昌也想賣 後面是北京 不會拿這個事情來卡我進中國 然後我們把他當成BNT的 因為確實是跟BNT 但是郭台銘如果他真的有這個辦法 他真的就變全民乾爹了 其實我剛剛網路上有人在講 他就說他就全民乾爹